那你会发现啦 这个地方 为什么它是29 29846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后面还会再提到 其实日期 记录在以色列里面就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跟1900年1月1号相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它的生日 跟1900年相差就是29846天 OK 实际上 那它表面上是有格式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 这个 表面上的格式真正变成 我们看到的 再来切割的话才会 所以第一步 教各位 如果你要真正把它变成 它 这个 实际上你看到的样子的话 第一 你可以有个固定来说 1 请你按滑鼠右键儲存格式 2的话呢 请你切到 1 儲存格式 2的话点选自定 那请你把 这个自定里面的这一串公式 把它复制起来 OK 那你其实暂时可以先不用知道说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 一个格式公式 那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 Test里面的 FormateTest 就OK了 所以第一步 按滑鼠右键 除了格式 然后 自定把它复制起来 取消 2的话呢 请你再切到 我们要取年式的地方 然后把它 找到文字类函数 再用Test 所以这个其实 有很多地方都类似 就是你以后 假设要切 哪部分的资料 切不到的话 可以用同样这一招 蛮好用的 然后Test按确定 Value给它 生日 FormateTest呢 记得先 两个双引号 把它移到中间 贴上刚刚那一串公式 记得 就贴到这里 它就会真正的帮我怎么样 把 刚刚的这个数字 直接转成 这一串 我们要的文字了 OK 所以其实 在这个地方 Test呢 实际上就扮演什么 你看到的 跟你实际上取的 如果不一样的话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 用Test先转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 以后其实我发现 蛮多地方都会 派上用材 尤其是格式 你用格式之后的话 结果看到的跟实际上不一样 那就可以用 这一招 按确定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 取前两个字 取前两个字的话 一般习惯 我会 当然你可以直接在这个等号后面打Labs 不过我的习惯是 把 这个公式剪下来 其实直接打也可以 OK 等号后面呢 取前两个字嘛 就用Labs 所以打一个 L E F T 前刮糊 然后呢 再到后刮糊的后面 逗点 取几个字呢 取两个字 OK 然后后刮糊一下 这样的话呢 意思说我要取 这一串文字里面的前两个字就好了 打个勾 OK 70就出来了 向下填满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取出 他 生日 的 前两个字 不过呢 跟各位讲一下 以后如果说 你要统计 资料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 这个错误 因为 假如说你将来呢 要把它当数字来看 因为70 现在我们看到 70是数字 可是实际上 因为经过Labs 经过Labs这个函数 它是一个文字函数 所以如果你用Labs函数取出来的资料 它是文字 类的函数 所以它帮你取到的资料 就不会帮你自动转成数字 OK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把它转成数字 再去做后续的统计的话 就会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我要想要 抓出70年次的 60年次的统计分析 这个时候当然是 几年次 是它 当数字才有办法 做一个群组 所以如果你没有 把它转换成数字的话 那会出错 所以最后怎么办 我要怎么样 刚好让它 这个地方呢 变成 数字呢 其实喔 如果你对那个 函数 有下一点功夫的话 你可以插入函数 你就可以知道说 哪一个函数呢 它可以 帮我们把 这个 文字转换成数字 当然你可能要下 那刚好啦 其实跟各位讲 因为这个函数 如果你这样一直往下找 是找得到 不过它刚好 它的位置刚好在最后 倒数第二个 其实旧的版本在最后一个啦 新的版本多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的版本是 如果你的是2003以前的版本 好像就是在这里 就value 那下面有一个value to test 这个应该是新的吧 这个函数 我还没用 不过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顾名是一码 value to test 应该是什么 value是转换成 数字 value to test 它是什么 转换成文字 所以刚好颠倒 所以 如果我想要把 这个转换为 数字的话 那我按确定 那我把这个value给它 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 其实它跟那个 这个 黏字下面的这个最大不一样 你会发现 如果它是文字的话 它会靠左对齐 如果它是数字的话 会靠左对齐 这个地方就很明显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忘了 把它转换成数字 再做统计分析的话 那 很有可能就出现错 因为之前的同学蛮常问我 老师为什么 这个地方为什么我没办法做一个统计呢 它每次都出错 因为你未给它的资料是文字 它看不懂 OK 怎么办 很简单 外面包一个value就可以 那包的方法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value value 打个v value 前刮弧 后刮弧 上 打个勾 这样的话 它就自动靠 右对齐了 向下填满 这样OK了 OK之后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 希望用 枢纽分析表做个统计分析 我在 云端上面有放 这个画面 云端上面这边有 假设我今天要统计 哪一个年次最多 5年即升还是6年 7年即升的话 其实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表 这个是 统计表 统计图 其实用枢纽分析表 两三下就做出来了 最关键的地方 你如果用枢纽分析表 一定要先产生什么 这个栏位 第1个 第2个部分的话记得 他一定要正规化 也就上面这两列 一定要删掉 如果没有删掉的话 他将来要取资料就取错误 所以 第1个 一定要有年次 假设你希望做出像这样的一个 枢纽分析 表 枢纽分析 图的话 第1步一定要先怎么样 有年次 的这个栏位 而且这个年次 记得一定要靠右对齐 第2个的话呢 正规化上面不要有放 多余 不应该出现的列 跟栏 OK 就把它当资料库一样 第3个的话 游标放在这个范围之内 插入 一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范围他就自动帮你抓到了 这个范围对吗 终后练习的A1到I100 应该没错 按确定 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统计什么 统计 哪个年次 所以把年次这个栏位 记得因为我有这个栏位 把这个栏位 统计主要是列 把它拖拉到列 几年次 然后呢 把年次再拖拉到值 不过呢 你会发现他出现的 他为什么是 5859这个是一个数字 理论上因为如果你给他的是数字 他就帮你加总 什么加总 但是我要算几个人啊 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 再点选 他右边这边小箭头 他边有个值的栏位设定 可以把它改成 叫做计数 算几个 不要算加总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 58年是一个 59年是一个 60一个 61 两个 OK 但是问题哦 假如你今天是要算 5年级升6年级升 就是 等于是把 50到59 60到69 一个group的话 那你可以把游标 放在 A5上面 按右键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做组成群组 然后呢 群组的开头就是从5年级升 就50 到7年级升 应该最后好像到79 79 兼距的话呢 就每10年 50到59 10年 为一个兼距 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他就帮我把 5年级升 6年级升 7年级升 通通呢 都帮我把它 算出来了 最后的话 如果你要再加一个图的话 很简单 只要在 这个地方 的 右上角 有没有 枢纽分析图 所以特别之后 我刚刚重点 1 把 这边 拉到这里 这个再拉到这里 这个改成 技术 然后呢 在这个上方按右键 群组 并且呢 在这边 点选 枢纽分析图 你会发现 其实只要直条图就够清楚 直条图的话 我们随便选一个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看到 算出来的结果 5年级升 6年级升 7年级升 上面其实你可以再把这个标题改一下 就已经够清楚了 如果你要 想要凸显哪一个的话 甚至你可以把这一个 颜色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这个颜色 你希望再改成别的 你可以在这边再去 做一个修改 都没有问题 甚至你这个涂列 涂列不需要的话 也可以把它删掉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 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效果 OK 所以我再把重点 这个地方其实还蛮 重要的 OK 第一个的话 粘刺部分 一 请你先把这边按右键 出现格式 把这边制定 把这一个 公式复制之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Texter里面的FormatTexter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再用Labs 第三步用Value 然后切完之后的话 把这个资料 上面两列删掉 再利用插入 枢纽分析表 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 表格 跟图了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地方 就是动作比较多一些些 所以如果 假如你对 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 不太熟练的时候 我建议 可以趁这个机会 至少可以 先 先把这个部分 先学一下 因为我发现 枢纽分析表 太好用了 OK 但是很多人 都 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想要统计什么 但是他却没有某个栏位 如果你没有某个栏位的话 你丢给枢纽分析表 或枢纽分析图 他也没办法帮你跑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还要给 正确的 资料形态 如果你年次 这个要当数字来用的话 那你一定要给他数字 假如说像之前有同学是忘了 把它转成数字 然后呢 做出来 就没办法群组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群组 发现为什么不能群组 那请你 就回头看一下 你的资料呢 应该 不是数字 怎么办呢 你可能要重来了 特别注意哦 如果 假设你这边 改完之后 记得枢纽分析表这个可能要重做 因为他 没办法自动更新 他更新好像比较麻烦 我建议你刚才砍掉 重新再弄一个好了 OK 试试看 虽然 戻 Vine 冲 情 萤 IS 是